在我很小的時候 我爸爸那時候 就是他從工人 然後後來做到小型的工程承包 那一次的工程承包 有兩個工人摔下來 兩位都走了 我爸就負起責任承擔了這個 家屬後續賠償的事宜這樣 這個債務後來是 挪到我們小孩子身上 大概多久才幫忙 應該有十幾年吧 可是這個過程中沒有埋怨過 沒有耶 因為我們都很了解我爸 我爸不 我爸他就是一個這樣 該負的責任他一定承擔 我爸媽是很傳統的人 然後他們兩位小時候 都沒有受過什麼教育 所以也知道 他也知道說教育的重要性 所以我們家的小孩 從很小就被灌輸 你就是給我好好念書 不用想別的 然後很基本的做人的道理就是 你要有責任感 上課不能遲到 要聽老師的話 功課要做完 考試要考好 這個大概就是他們覺得 做一個好孩子的標準 但我現在功課不好的時候 大概是我國中二年級才開始 是因為我整個人生就發生了一些 風風雨雨 然後我就變得非常的叛逆 然後我爸就很生我的氣 因為我就不好要念書了嘛 然後他又要去學校了 跟老師道歉什麼的 他就覺得很丟臉 那個時候我就很不得我爸的 歡心他就很討厭我 其實是我糟精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我自己也累了 然後我就回到正常的生活 自動的又回去念書 爸爸有感覺到我的改變 然後慢慢的就又 又重新獲得他對我的信任 對 我覺得隨著我出社會 然後工作 我爸媽對我是蠻信任的 後來我覺得反而是 反而是他們在聽我說什麼 做什麼 比較會發了我的意見 已經不是爸爸媽媽跟我講什麼 我做什麼了 那你覺得那個讓父母最驕傲的 一時刻是什麼時候 我從那之後我都很好的 是一個好孩子 我很照顧我爸媽耶 我父母跟我之間的關係是這樣 就讓他們常常知道 我心裡有他們 雖然不能常常在身邊 但時不時打電給他們 然後很關心他們的狀況 我如果沒有拍戲 我是一個禮拜就會回家 我們家固定 那你通常都可以很明確知道 父母的需求 或他們心裡在想什麼 我爸媽很簡單的人 非常簡單 一點都不複雜 他們的世界就這麼一點點大 很單純 小孩子 然後跟朋友聊天 去菜園 種菜 我爸愛種菜 然後我們就吃他種的菜 或者回家吃他煮的飯 他就很開心 沒有不需要什麼別的了 那我媽就是陪他講講話 雖然講的話都是一樣的 每個禮拜講的話都是一樣的 你有感覺到他們對你還有什麼擔心嗎 你沒結婚這件事嗎 擔心嗎 對 他們唯一的顧慮就是錢嘛 嗯 沒有啦 沒有啦 其實他們從來沒講過擔心結不結婚 只是有一段時間我 比如說我有固定男朋友 然後我媽媽竟然會說 你們如果要結婚不要請客好不好 麻煩喔 好奇怪的擔心喔 他其實終歸就是擔心我們的生活 就是他們老人家的生活 會不會對我們造成太大的影響 那其實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哥哥姐姐也是蠻負責任的人 所以我們四個人照顧爸爸媽媽 是沒有覺得很辛苦 就是說比如說我哥哥比較忙 他就覺得他都沒有辦法來的時候 因為他有家庭嘛 他就說那這個醫藥費我多出一點 他分身法術 可是他會知道說 他應該要多承擔一點別的 這個我們都不用講 他自己會知道 知道 就是有個默契 對每家兄弟姐妹之間感情 感情很好 我們家有一個群組啊 就是大家都會 互通有無爸爸媽媽的狀況 我們都會 放在LINE的筆記本裡面 比如說爸爸媽媽什麼時候要打鼓鬆針 然後他看了什麼醫生哪個醫院的 然後醫主講了什麼 就是怕大家會忘記 四個小孩互相提醒嘛 所以是現在爸媽都已經有 就醫方面的需求 對啊 八幾歲 他們常常說 每天都在吃藥很煩 對 然後但是有時候也會聽到他們說 哪裡很痛哪裡不舒服 有時候他們會忍著不想講 因為可能又怕我們催他去看一生 那這個就進退 進退很難拿捏 我不能一直逼你去看一生 後來就跟爸爸說 你 那我們先這樣 我就不要先 帶你去看什麼什麼了 那你真的覺得不舒服 你就要跟我說 或者你就跟姐姐說 姐姐跟我說這樣 他知道我們都是為他好 但是 有時候會煩啦 沒辦法 哈囉大家好 我是蔡淑貞 第三屆的旺旺孝孝獎即將開始 希望大家可以踴躍的透過詞曲創作 還有短影片來表達你們對父母的愛